大家好,我是吴英俊 今天周三的最后一些新闻杂播 关于西雅图的一些新闻 亚马逊在capital hill 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翻译叫国会山庄 那我们本地人更喜欢叫它,叫彩虹村 就在那个西雅图central 老外河酒那个地方 他开了一家 叫amazon gold storage 就是也是一个无人超市吧 应该是第三家了 但是他报道这里还写着第一家 应该是跟之前两家不一样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杂七杂八 我就只说标题啊 我就不细读了 Xpedia呢 这个我们西雅图的八大公司之一 这个就等于我们国内的协程 三千个要拆三 要拆三全球 要拆元三千名 有五百名都在西雅图 得得炒掉 西雅图得干掉五百个啊 然后大家的西雅图 downtown的那个 梅西百货 梅西百货呢 就在 downtown的那个最中心的那个地方 也在两千之前就关掉了 大家只能啊 大家就不要再去排队什么 这个不用再上去了 不用等停车费再上去了 那已经关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新闻杂波 就是这个西雅图的这个 Sugar就是那个Sugar Tax 就是饮料的那个糖税 出现这个以后呢 这个今天就公布出来一个数字 就西雅图政府公布出来就是说 有这个税以后呢 这个饮料销售啊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 在西雅图地区 看一下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新闻给大家说一说啊 有一个叫gip car g i g car share coming to seattle this april 就应该是一个租车的吧 卡都够的 然后还有什么杂七的杂八的新闻 好没有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